今早整天我們聽了很多政黨說他們在立法會的特別財委會 怎樣去投票關於這一億撥款去震災 現在就有翁先生在 接著就有羅小姐 我們經常都在心裡 但問題是說究竟那些錢我們捐了之後 是不是真的到災民的手上 如果真的可以一分一毫是在他們那裏 我覺得我是樂於捐的 但我覺得這次就說如果我是有得選的 我覺得我就不會捐 是因為以前我做工作的時候 是有跟大陸上面有接觸 他們是真的很多錢是真的落了他們的袋子 如果是真的一定要捐的話 我們應該是捐物資 接著有黎沙 我贊成就應該捐款的脫龍於水 他裏面那種貪婦 現在新班子他都很嚴厲 對說這件事 一件事救人如救火 因你這樣的說話停止了 或者阻言了 那是不是有影響很大呢 聽完葉先生看看怎麼看 人情上應該要做 這個是全港市民 我相信很大的一個熱情 但這方面我也是要加強那個監察 將所有的東西都要公開 我相信這件事就是全港市民的監察 還有我相信十三億中國人民的監察 我幫我打個衝突 我們